当地时间9月10号上午10点 苹果2019年秋季发布会在美国举行 本次发布会上 苹果推出了新的iPhone系列产品 新款iPhone于北京时间9月13号晚8点开始进行预购 暗夜率一度被强断货 发布会上 苹果发布三款新iPhone 分别为iPhone 11 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 Pro Max 售价方面 根据官网价格 iPhone 11 64G 价格为5499元 iPhone 11 128G 价格为5999元 iPhone 11 256G 价格为6799元 相较iPhone X2 发布时便宜了1000元人民币 iPhone 11 Pro 64G 价格为8699元 iPhone 11 Pro 256G 价格为9999元 iPhone 11 Pro 512G 价格为11799元 iPhone 11 Pro Max 除苹果中国官网外 此次iPhone 11系列预售的平台还有天猫和京东 预售开始后 相当一部分人 还是在第一时间冲进了苹果官网 天猫京东等平台 选择下单购买 三个平台一度出现了卡顿的情况 iPhone 11系列中 卖的最好的是绿色版和暗夜绿版 无论是哪一个型号 暗夜绿都是卖的最快的一度断货 尽管遭到众多的吐槽 但iPhone 11发布后 苹果股价连续两日上涨 市值也再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但是其后两个交易日苹果股价下跌 周五更是下跌1.94% 市值蒸发196亿美元 约1300亿人民币 总是值为9885亿美元 苹果股价下跌的原因 是高盛刚刚大幅削减了苹果的价格目标 预计该公司股价将下跌26% 高盛指出 苹果处理Apple TV家试用的会计方法 将对苹果的利润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预计计いる